黑夜中国门广场的玻璃屋闪耀光芒照亮基隆港边 里面的净土展也指引着未来基隆东岸港区再生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基隆港军港威海营区西迁计划积极推进当中 未来的基隆港东岸港区将释出大面积的国有土地 东岸港区未来将有可能是什么样子呢 基隆市政府独发处正在国门广场玻璃屋内举办透明的港口净土展 希望让大家了解未来东岸再生的想象 大家可以看到未来在我们东岸地区也就是军港西迁之后 现在的威海营区的这块基地未来的一个想象 那这是经过蛮长一段时间我们有许多的学校 专业科系的学校的老师跟同学一起利用基隆的这块基地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规划跟设计 那也给了非常多这个新的思辨或者是不管是未来不一样的愿景的一个思考 我觉得都很有创意也都很有启发 那所以这为期一个礼拜的时间 相信只要进来看到这些相关的模型或者是读说 大家为基隆的下一个十年 我相信就会有更清晰的一些想法 这是我在卸任之前希望能够带给基隆市所有市民 甚至是包括整个北台湾的北台区域 大家对城市跟港口的都市发展的想象 我们给一个新的一个目标 基隆市政府都发出主动邀请规划设计的相关大专院校和建筑师提出愿景构想 从12月17号到25号举办围棋一周的展出 欢迎市民朋友到玻璃屋参观 市政府都发处也表示 未来这间玻璃屋也将可以委外经营作为咖啡厅或是书屋等用途 欣赏基隆港区国门广场全天候美丽的景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